好,各位好,我是顧用忠 好,好,有聲音 好,那個 就跟剛剛介紹一樣 就是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先調查一下 因為我很怕 現場有沒有人有通過日文檢定 日文檢定1234級 有啊,有啊 那請多多包涵 對,就是 因為其實我在準備這個演講的時候 我基本上只會念50音而已 當然就是一般可能 有時候就是電視什麼的 有聽過那些 對,就是 那簡單的詞 不過就是演講要用的 就是我現在講的這些如果 要馬上講出來的話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 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是 大致上是怎麼準備的 那第一個就是 其實剛才主持人介紹的 要先有勇氣 所以我大概說服了自己 我覺得 評估了之後 我覺得應該可以準備得來 所以我就打算這樣做了 那我今天我會分享兩場演講 那我今天我會分享兩場演講 因為這個是 第一場 這個在 就是Japan Postgraduate User Group 這一場 他們邀請我去演講 但是這一場是 用英文講的 那我覺得 後來我覺得自己檢討的時候 我覺得不是很好 所以在 另外2019年的這一場 我就是 練習使用日文的方式去演講 所以我今天會分享這兩場 然後有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自己是 台大志工的博士 那目前我 就是 開源社群的部分 我是 Postgraduate台灣 主要的召集人 那我們在 310之一 對 有 等一下可以去 對 就是我是 召集的 那 所以因為這個 這個 在開源社群推廣的關係 後來我會跟 就是日本的社群 聯繫 所以 他也很有興趣 跟我們有一些交流 所以後來就促成了 就是 那兩 兩 就是 我繼續講 就是 在我們台灣跟日本 就在這幾年 有做一些交流 但是 後來就是因為 疫情爆發的關係 所以這中間這幾年就 沒有辦法再做實體上的交流 這是 比較可惜的 不過那 那兩年 我們就是 互相都有 就是 我們去日本 或者日本 他們有派 他們也來參加 CostCup這些活動 那 所以 我 就是 大家可以看下面那個圖 就是 跟大家分享 因為 Postgraduate 所以如果有認識的話 可能會覺得是那個 大象 那個圖 但是 我後來跟他們交流才知道 因為日本他們 這個社群開始是 少沒有 1999年 所以其實現在 到現在已經超過20年了 那 那時候 Postgraduate 這個大象 也才剛公開 但是 就是 以現在來看 但是 因為那個年代 網路 並不是很興盛 所以那時候 他說他們不知道說 Postgraduate 有一個 Logo 所以那時候 他們成立這個協會的時候 他們是一個協會 不是單純的 社群而已 所以 那時候 還不知道說 可以用那個Logo 所以他們 自己就設計了另外一個Logo 所以就用到現在 那他們的標語 就是我現在 T-shirt上的這個 也是我打在上面的 就是 私 Postgraduate ちょっと できる 就是我 如果我要 就是 他們 訴求就是說 如果你 只要匯一點點 Postgraduate 你就可以來參加 你認識他一點點 你就來參加 那你 來參加你就會認識更多 就匯得更多 他們的訴求是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也是我等一下要講 我自我檢討的時候 我覺得設定有點不太對 那我自己來說的話 我的程度就到這個程度 就是 就是 大概可以唸啦 就是 就這樣子 人家跟我講怎麼唸 我看著唸 練習一陣子這樣子 可以唸 那第一段我要分享的是 這一個研討會是 日本 全日本 每年會舉辦一次 把全日本的 會 就是Postgraduate的 User Group 因為他們有很多分會 因為日本比我們大吧 他們有很多分會 就是東京 然後北海道 什麼京都什麼 全部都大阪 然後每年會集中在東京 開一個全日本大會 然後就是他們就邀請我去講這一場 那時候我在構思這個的時候 就是我希望能夠 就是能夠串聯 兩地 兩地的概念 所以我這個標題 這個標題就是 泡磚引玉的意思 就是希望 那日文也有類似的諺語 中文也有 所以 所以我就選擇了這個 這個東西 可以當做標題 那因為中間 這個是 那時候的 拆賴 那 就是 所以 所以 所以那時候選擇的就是說 有一個共通的東西 然後我也介紹開源文化 然後另外一段就是介紹 Postquare技術的部分 技術的部分 然後我的 我選擇的語言當然是英文 因為我過去也參加過一些研討會 基本上就是 就是用英文這樣子 所以我會把它當一般的研討會 來 來 處理這樣子 不過我 額外有做的是 是 那個 投影片的部分 我盡量去 用自己的方式翻譯成英文 那翻譯成日文這樣子 那當天是沒有口義的 所以就 完全用英文跟 其他人溝通 不過這個 就是 實際上是有遇到一些 我自己覺得有一些困難 那所以我的 我的心得就是 一個是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有需要 因為 這是剛才講的 其實社群的這些會議 並不像那個 研討會這麼 嚴肅 或者 怎麼樣 就是標準沒那麼高 只能這樣講 所以 就是你需要 跟對方溝通 其實 日本對於我的這個 像我的這個性 我們 老師都教我 唸 但是 日本只會唸 日本會唸 唸 然後 台灣的老師叫我唸 唸 我就覺得 會很混淆 所以 我後來是 問 當去那邊的時候 我才問 那一 就是日本的朋友 說你們 覺得怎麼樣 就是 不用介紹就可以唸的 就是唸 他們跟我講的 所以 後來他們就 都叫我 這樣 那其實這個 這個是決定在 就是我 我旁邊有列 我的行程 就是 第一天晚上 我一下飛機 他們就找我去喝酒 那當天我就 有稍微詢問一下 這些事情 我覺得 這個環節還蠻重要的 不只是 娛樂 的部分 是說 就是 熟悉對方的習慣 那 我覺得 日文投影片也是需要的 因為 我後來發現 就是雖然都是英文 但是 對於一般的 使用者來說 台灣跟日本人 使用的英文 還是有一點差異 所以 我 我反而 所以這個是 等一下第二次 再講 另外 題材的部分 我也盡量 雖然我 不是很了解 但是盡量去找 對方 能夠有的題材 然後 他容易去想像 然後 第四點就是 我覺得 雖然說 我 其實我去三天 有一天是 腳同 那 幾乎都是 跟著他們去喝酒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但是我覺得 這個過程之中 反而去 就是 如果要跟 跟他們 就是 不管是技術面 跟非技術面 的交流的話 他們會更願意 去跟你講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 那 第五點就是 第二次 我為什麼會想要 準備日文演講的 重點 就是因為我 我發現說 我只能說 其實 雖然我用英文演講也很多次 但是 畢竟我們也不是母語者 那 對方也不是母語者 那 其實 大家用自己 自己在台灣的想像就知道 我們也有很多名詞是 外來語 他們以為他在講英文的同時 其實他的發音都是 當地外來語的發音 對我來說 我從來沒有聽過 就是 日本人的 那麼多經驗 所以 所以 反而會變成 其實 你的英文 派不上用場 會變成這樣子 對 那 那 這個是 溝通面 所以我後來覺得 如果要傳遞 以 傳遞 知識 傳遞 訊息來說的話 如果能夠用對方的語言 如果我做得到的話 那我就希望去做 這個是 就是 我第一次回來的一個想法 那 所以 我在 那 什麼 就是 所以 隔年 剛好有 其他機會的時候 參加這個 也是在東京 新的這個 開院的研討會 也是 感謝 OCEF 我就是 有贊助啦 所以 我就準備了這一 場 演講 那這個 那這個 一樣在標題上 我就希望 每天大家會問 天氣好不好 那 這個在技術面 就是我今天不講PostGrid 但是在這個內容上 就是 利用PostGrid的技術去 取得天氣的資料 然後回覆你 這樣子 大致上是 技術面是要講這些事情 那不過呢 不過呢 我的目標已經不是放在說 技術是要做什麼 因為那個東西 就是 我也很熟 那 所以 要表達什麼東西也很清楚 我幾乎不太需要準備 然後 我的決定 我的語言就是日文 日語 然後投影片當然 一定要做成日文的 然後因為 我最後決定 其實我還很猶豫 但是 最後決定的是 因為 Otif那時候 贊助的時候說 會 會幫忙找那個 口譯 現場會有口譯 然後 就這個決定說 我更有信心說 我一定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口譯不是現場用的 口譯我沒有要現場用 口譯現場用 我這邊有兩個問題 因為安排的時間是45分鐘 那口譯的話 像我們現在如果 我現在要口譯成英文 或者英文 口譯成中文 那勢必是同一句話 會講兩次嗎 講兩次 中間又有切換的時間 所以你能夠 傳遞訊息的時間 就只有20分鐘而已 所以這個 這個是我覺得 很不好的地方 因為能夠傳遞 我坐飛機去 三個小時 再加交通時間 還要住 我只講20分鐘 覺得 有點 不太舒服 然後第二點就是 因為有口譯 你需要跟 對方一句話 一句話 一段一段這樣切換的時候 我覺得現場的那個 情緒沒有辦法累積 沒有辦法持續下去 就是像我現在可以 一直講 然後可能 中間 我自己調整一下 節奏什麼的 但是有口譯的話 幾乎做不到 就完全做不到這件事情 因為你需要 兩邊的節奏 就是 會一直被打斷 會一直被打斷 那所以呢 我先給一個 這個就是我當天 當天準備的東西 這是其中一頁 就是我投影片 然後自己寫了 就是講稿 自己寫了講稿 就是另外一邊 這麼一堆這樣子 這對 如果會日文的人 當然不是問題 對我而言 就是需要 很努力去練習 可是 我覺得 這個 我詢問日本朋友 他們當然會覺得說 這樣子是 比較更直接能夠了解 在講什麼 的東西 你如果沒有用講的話 其實當然 我們現在語言相通 可能你大概看 然後你聽 你就知道大概的資訊是什麼 可是 當語言不通的時候 視頻 我們的 簡報 資訊量 就要增加 那就變成 從 演講的 投影片變成 成 閱讀的投影片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其實我準備的就是 閱讀型的投影片 但是 這樣就會壓縮到說 你可能 你講他也聽不太懂 然後 重點他抓不住 因為一頁上面的資訊量太多了 如果真的能用對方的語言講 那兩者就可以取得一個平衡 這是我的想法 不過呢 因為我不會講那些 那怎麼辦 那就練習 所以 我的 我的方式 其實也蠻土法練鋼的啦 就 第一個 我就是 找到這個口譯 跟他聯絡上之後 我第一件事情 就跟他談 請他幫我評估一下 我到底 能不能做這件事情 所以 這個很重要 那 他覺得可以 嘗試 一兩次看看 就是 我們練習 然後 所以 準備的步驟 就是第一個 我把前面這個 其實 我是有寫中文的主字稿 先寫好了 然後重點是我 不是請他幫我翻譯 我沒有要請他幫我翻譯 我請他做的 我翻譯也是我自己做的 因為這一點蠻重要的 因為我 如果他給我的稿 我看不懂的話 其實是沒有用 我記不起來的 所以 他利用我第一次給他的這個 日文的稿 去抓說 我的日文程度到哪裡 到哪裡 到哪裡 對 當然是 所以 其實出來的都是很 很簡單的話 但是可以表達 當下我的意思這樣子 然後還有外來語 要去確認 因為我 其實像 我這個T恤上的這個 Postcard 這個Postcard 就是他們日常用的 你如果 如果真的講英文的Postcard 他要想一下 就是 一般人是這樣 他們社群一般人就是這樣子 所以 外來語的部分 我也 我自己也確認 然後 也請口義幫我在當地 那我很幸運就是 因為我的口義 他是早稻田大學的 所以他對於這些科技的名字 他也多少有點涉略 所以就 他可以跟我討論說 我的中文是用這種 技術描述法的時候 那 他理解 然後他再寫一句簡單的 日文 幫我把它潤視過去 這樣子 或者有一些文法可能 就是 反正就是那些不一致的地方 他幫我 有調整成 比較好唸的樣子 對吧 那 所以我是請 口義幫我潤稿 然後最重要是 用自己 我能夠 我唸過之後 我覺得 不太難背的方式 因為 真的 如果一開始 唸真的那個句子 沒有辦法太長 對吧 然後斷句點 像我這個 其實就是 已經 就是有調整過 就是 我沒有辦法 老實說 我當然是沒有辦法 全部記得 就是一次性的 全部記得 可是 我這個空白的地方 就是我要斷 斷點 然後一句話一句話 裡面我自己 其實還有 其他斷點的地方 就是 只是沒記在上面而已 我就是 慢慢的去抓到那個 那個 到底要斷在 就是口氣上要斷在哪裡 比較 不會說 陷入自己 只是想要把它唸完這件事情 因為 終究我是去演講的 不是去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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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毒 這種東西 然後我 有一個 第四點 可能大家會覺得 很蠢 但是 因為我沒有辦法跟 真正的日本人練習 後來我覺得還蠻有效的 就是 我剛剛斷點斷點 這些句子把它切斷了之後 那 我要怎麼確認 日本人聽得懂 一個是找一個日本人來吧 沒辦法 對吧 那我也不好意思一直麻煩我的口音一直來聽我唸 那 我的方法就是 把Google翻譯打開 那 你可能跟他講 什麼 空氣雞蛙 或者 那他真的會打出那幾個字嗎 如果 會的話 我就假設說 那 我 我背的那些應該 日本聽得懂吧 因為 對啊 因為我在想說 如果手機 手機拿給日本 他 因為其實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就有日本人用 Google翻譯 因為他 因為我們 老師我實在聽不懂 他 那實在 所以 他突然想到 他就直接 對Google翻譯講日文 然後 他就選說翻譯成台灣中文這樣子 那 我是因為看 我後來有想到他有做這個動作 所以 我想說 那我可以講給Google翻譯聽 如果他出來的那個字跟 那個翻譯給我的那個稿子 是一樣的話 那就表示我發音應該是對的 對 我想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然後 比較圖法煉鋼的部分就是 我每天 每天會 就是 訂稿之後 訂稿之後 訂稿大概是 兩個禮拜前的事 準備是一個月 然後前面這樣來來回回 前面幾點 那因為 就是 有些說法 他 就是 他跟我說 這個他 不知道有什麼簡單的說法 所以我就 我還修改了 就是 中文變得更簡單的中文 讓他更容易去 提供一個更簡單的日文給我 蠻辛苦的 那 總之 大概 努力了兩個禮拜 然後後面兩個禮拜 訂稿之後 我是 每天就是強迫自己 要 至少要念過三次 用念的方式 因為 如果大家要準備的話 因為 背實在太難了 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 程度差太多了 但是 用念的方式 就還算可以 所以我至少 腦袋裡面記得那些 然後 一樣我是照那個 我 一瞬 就是 一下子能夠念的 最長的那個範圍去 編排 那 讓我說 我在當場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全部都 像這樣 其實我不一定要看這個 那 但是 那種景點 我已經沒有辦法思考其他事情了 所以就是看一下 然後 然後 我提示一下 現在要唸這一句 我提示一下 大概現在是要唸這一句 大概是這樣 然後 後來 最後一個禮拜 我再加強一些訓練 就是有些連接詞 因為 我後來覺得說 照著唸真的很像照著唸 所以 在同影片 或者像這樣 有條列式的 我覺得 要加一些 沒有意義的詞 首先是什麼 第二點是什麼 第三點是什麼 下一點是什麼 下一頁是什麼 接下來是什麼 接下來是什麼 就是 這些沒有 其實沒有真正意義的詞 我後來也加進去 就是讓整串聽起來好像 比較自然一點吧 那種感覺 對吧 然後我這邊有新的就是 其實我剛才也 多多少少有提過就是 要這樣準備的話 有幾個條件 我覺得 不一定 也不要說 說 聽了之後好像 我這種程度也可以去講 這樣子 好像 也不太好 第一個是你的 就是你自己的主題 如果用你的母語都講不出來的話 那根本不用談了 對啊 就是 一定要非常熟悉 熟悉到 今天人家來問我這個主題 其實我是不需要投影片 就可以跟大家講的 然後 就是我剛才講的 比較幸運的是 其實我的口意 他對於這方面技術的知識 還是有的 只是說 他的確有 但是有些 還是 有些是需要我教他 說 這一段到底 是在講什麼 他才有辦法把 他認為 就是 如果要簡單講的話 的那個話要怎麼講 這個 我覺得事前的溝通滿重要的 所以我現場 其實現場 他還是有來 然後就坐在我前面這樣子 stand by 但是 實際上是 他完全沒有做 出嘴 出嘴做的事 因為我們的工作是 在前一個月 就是 就 就完成了這樣子 對於一般的 日本人 因為社群 有 就是 是 真 我自己覺得啦 雖然我樣本也不高 但是我自己跟他們接觸 其實 日本人 一般人的 英文水準 其實跟我們台灣人 蠻接近的 只是說 那 就變成 反正就是 他其實很仰賴他們 國內的翻譯書籍 以 Postgrade 來說的話 我們使用手冊 我自己有翻過一陣子 就我自己 自己翻而已 可是我去那邊 我問那個日本人 他說 我說你們那個日本版的 日文版的 多好翻譯 他說大概十個人在翻譯 所以其實他們社群在 就在學習這方面的知識 其實它 你如果把它使用手指打開來 是沒有英文字的 是不需要知道任何英文的 所以這一點是 那 我在參加 就是 我先不要切 就是 2019年有一場 日本Postgrade Conference 是日本人參加的 其實我討論我們在去的 一個想法 後來我們有安排一場 也是英文的 但是他其實就跟我講說 因為 對於一般人來說 其實英文都沒有很好 尤其是聽說的部分 那所以 就是 他們主要還是著重在 local local上 因為畢竟是local社群 所以 我 這個準備 對他們來說 真的是 雖然 雖然 現場其實是沒有多少 然後 有一些還是我 我找來的 樁腳 就是 日本人的部分 對吧 那所以 對我來說 因為 就是我多少 雖然我現在已經 念不出那一串 我很害怕再練習 但是我覺得那一段時間 比 比那個念那個日文課本 要 要開心 進步也更多 對吧 然後 如果 你有這個決心 跟 勇氣的話 我覺得努力練習 是有機會的 對吧 啊 所以 最後 最後是 提供 因為我去交流 就是一般 一般我們的肯清會是 他是 提供的是那些啤酒 然後結果我一看 我有點心裡覺得涼了 因為 這一啤酒在台灣的超商都買得到啊 我幹嘛去 對啊 然後後來我就 我就被拉到一個小龐間 間裡面 就是 只有我是台灣人 然後 他們知道我還蠻喜歡喝酒的 所以 他們就招待比較特別的 然後每一個都來問我 我說 他們 哪一個酒比較好喝 他們就會去比較 對啊 然後 我中間有聽到一句 就是他 他稱 因為我一直介紹說 我是 台灣來的啊 怎樣之類的 然後 可能越講越順吧 就是覺得 他說 欸你怎麼日文變 但是我喝完酒醒了之後 我就都忘記了 對啊 這個也是 蠻有趣的 部分 好的 那我 最後就分享到這邊 看各位有沒有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 所以當時在把日文 中文版的日文 也是用Google先幫嗎 對 就是 然後我自己 在用自己的想法 在修飾 修飾 修飾 對 但是好像對 那個口譯來說 我的修飾 反而造成他困擾 對啊 那像可是 如果只有50英的程度情況下 日文翻成 中文翻成日文以後 要怎麼去 identify 那些東西是你想想要的 因為有時候Google還會翻得 對 對對對 就是 我 如果這個講詳細一點的話 不要翻成中文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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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從中文翻成英文 再翻成日文 對 那你確認的是 英文的部分 對 如果你 英文跟日文也不是 都不熟的話 那要先翻成英文 再翻成日文 國庫翻譯對 英翻日的 是比較準確的 對吧 那 如果他翻譯出來的 其實是 斷句很明確 其實我也不知道那種語感 反正就斷句很明確 你可以丟到Google 你就知道 再翻查 他就會查得出 有一些日文的字典 他如果是完整一段的話 完整一個詞的話 你就知道該斷在那裡 然後再看英文的翻譯 就知道 他大概是這個樣子 如果是專有名詞的話 就要去看 那個日本人的論壇 在討論這個東西的論壇 他們都用什麼詞 我再講 像剛剛 我這個PostgreSQL是資料庫 所以他們都會講 那個database system 那 可是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說 為什麼system要 我後來知道是system 但是 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很接近 那gist跟 我是聽不懂啊 就是他們 但是他說他已經講英文 對啊 所以那個口音 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不太好適應 那像日文發表完演講以後 QA時間是再切回英文去QA嗎 還是 我們的QA時間其實沒有在現場進行 我是到 因為他們帶我去那個餐廳吃飯 這一段我帶著口意 但是 口意還需要 也還需要問我 中間問我 我是會問他說 剛剛哪個字是什麼意思 然後 他也不清楚說 他可能是一個技術名詞 然後 我們討論之後再跟對方回覆 所以還是需要 QA還是需要口意 對啊 我們可以看到 在那邊 我們可以看到 但我們可以看到 那邊 我們要看到 我們要在那邊 就是